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过去我们曾经有说过 日本最恐怖的五个妖怪 以及日本十大女鬼 榜上有鬼娃娃花子 以及猎嘴女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些在过去 可能都只是都市传说而已 但是我们也有说过 神有自然神 像是城皇爷 一开始就是城池豪宫 到后面才转为自然神 因此鬼当然也有自然鬼 怨念产生的 集体意识产生的 这样都会形成自然鬼 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说日本女鬼 而是要说国外最恐怖的五个妖怪 我说的不是鬼娃恰吉安娜贝勒那一种 而是让每一个国外小朋友都害怕的妖怪 其中一个还是真实的医生幻化的妖怪 甚至还有报纸报导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出现全程都恐慌了 小孩不敢上课 大人不敢上班 这个我们晚一点会来说 在国外如果遇到鬼魂事件 除了找天主教以外 再来就是找女巫了 今天我们要来说女巫真实灵异故事 接下来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这个故事是我女朋友跟我说的 我女朋友的奶奶名字叫奥德雷 是住在拉丁美洲的法国人 我女朋友她家非常有钱是卖珠宝的 在拉丁美洲一般中上阶级的家里 几乎都会有一个以上的女佣 所以他们家当然也会有佣人 某一天奥德雷突然跟我女朋友说她不舒服想要吐 说完这句话她就晕倒了 之后每天全身无力吃不下东西头痛汗吐 家庭医生去到家里也找不到原因 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 病得越来越严重 奥德雷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每天早上4点会起来祷告 一直到5点 哪怕是病重的奥德雷 依然会持续祷告 就这样持续过了一个月 奥德雷那天趁着身体起床祷告的时候 脸上被水滴到 抬头一看 发现床上面 天花板忽然漏水 但是煞国是很少下雨的 那几天都没有下雨 水管也不是往天花板走的 那怎么会有水呢 奥德雷他们家是国外的传统平房 也就是中间会有一个隔热的空间 恐怖片常常会出现的那种屋顶夹城 因为房子漏水 我女朋友他爸就找人去维修 当工人上到夹城的时候 忽然大喊 接着工人们纷纷跑下来 说根本不是漏水 但是却也不敢说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我女朋友他爸跟奶奶 就上去看到底是怎么了 结果一看傻眼了 在那个夹城地板上 有一个巫术镇 那个巫术镇挂着一只风干的蝙蝠 被钉在倒着的十字架 周围还有一圈白色的粉末 另外粉末的中间画出一个五芒星 心脚各有已经熄灭了的黑色蜡烛 蝙蝠上面还放着奥德雷的头发 为什么会知道是奥德雷的头发呢 因为当地很少有白人就只有奥德雷是金发 后来我女朋友他爸觉得很不高兴 于是就带着我女朋友开车 去了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树林内深处 越进去树林越感到阴森可怕 抵达目的地以后 那是一间不小的木屋 一进去我女朋友整个傻眼 原来他爸养了一群巫术团 这些人都出生在萨国 来自一个很有名的巫术镇叫以塞狗 我女朋友他爸马上请这些人来看了一下 巫术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就跟着我女朋友他爸回去 一看就说这个是一种黑巫术 会让人缓慢病死的 于是马上开始破解巫术 团长拿出一把看起来很有年代的匕首 对着空中开始挥着 接着副团长坐在地上拿着很像沙子的东西 开始对前面傻 诡异的来了 现场竟然发出呼呼声 很像有大风吹进来的那种声音 但是现场根本没有风 很快的团长副团长说他们解除了政法 我女朋友他爸马上问 这是谁做的政法呢 团长又拿出道具开始占卜 一说就是家里面的内鬼 应该是脸上有胎记的女佣 这时候已经可以确定是谁了 因为只有一个人有胎记 奥德雷这时候说 他可以知道为什么女佣要害他 因为他不只一次发现这个女佣有偷珠宝的情况 前一段时间还扣了他薪水 本来是想要开除他 但是女佣一直求奥德雷表示自己家里面真的很穷 以后真的不会再犯了 奥德雷也就酸了 可是没有想到女佣却用巫术来害奥德雷 后来把女佣找来问话 这才知道 女佣原来也是出生在巫术镇的一个原住民 后来当然是把他开除了 但是奥德雷从那一场病之后肠胃就一直很不好 这就是我女朋友他家离奇的经验 那么在国外除了巫术之外 最恐怖的五个妖怪是哪五个呢 第五名伯格特 伯格特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生物 如果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应该会有印象 在英国神话中说过伯格特喜欢躲在黑暗封闭的地方 比如壁橱或者是橱柜 现实的伯格特不像是哈利波特中一样善良 他反而像是一种恶意的土地鳞 可以想象成邪恶的地基主 比较轻微的会让你的东西不见 牛奶忽然变衰 养着猫或者狗变成瘸子 这种都是属于栖息在住家中的 倘若是栖息在沼泽的 或者是地洞中的伯格特会做更严重的事情 例如绑架人类到深山 感觉又有一点那么像我们常说的魔神宅 伯格特的外形有点像野兽 英国神话指出伯格特像小牛一样大 有着像蝶子一样的眼睛 发出像山腔般的叫声 类似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在深山听到的 或许不是山腔而是伯格特 据说倘若听到伯格特在叫 代表他在告诉伙伴 这边有人类 等到你没有听到伯格特的声音时 通常他们早就已经在你身后了 第四名飞蛾人 在1966年11月15日的深夜 有四名年轻人又开车回家 结果在路上经过了西伯吉尼亚冰工厂 这个冰工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化学研究工厂 他们就看到阴暗处有两个红色的发光体 这四名年轻人想说这是什么 他们就把车开过去 接着看到了不敢相信的画面 他们看到的两个红色发光体 是这个不明物体的眼睛 这个鬼东西身高大概200公分 而且有一对翅膀 他们吓到赶快开车回家 没想到的是这个怪物竟然飞着跟在后面 吓死踩油门踩到鞋子都开口笑 才终于甩开了它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记者就来了 并且把这个怪物命名为飞蛾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西伯吉尼亚州有一百多人报告说看到飞蛾人 甚至有专家说飞蛾人是受到感染的飞蛾 因为接触到化学研究工厂排放的毒物质才突变的 后来有几个人反应自己的小孩不见了 结果却在深山中发现一些被吃剩下的肉 旁边还有一堆白白的粉末 研究后才发现这个是飞蛾身上的粉 第三名 麻袋人 麻袋人是一个真实出现的人 也就是我们开头说上过新闻的 在1910年西班牙 有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字叫贝尔纳多 有一天他出去玩以后就失踪了 家人就开始找寻他 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于是决定向国民警卫队寻求帮助 并且四处张贴孩子的海报 后来事情又过了一个月的下午4点 有一位居民过去警卫队营房 告诉警卫有看到这一名孩子 他说他在深山看到一名金发的小男孩 但是已经过世了 警卫队过去看发现 这小男孩身上有动过手术的痕迹 后来巡见调查找到了一个嫌疑犯 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是一名医生 他为了治愈农民的肺结核 于是想要做人体实验碰巧在路上看到了小男孩 于是用麻袋将他抓走 并且用药水将他迷婚 对男孩做了非常多实验 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他的助手去举发他的 举发他的助手被判刑17年 弗朗西斯科则是绞刑 他是可怕的事情来了 当弗朗西斯科过世以后 非常多居民都看到半夜 有一个人拿着麻布袋躲在阴暗处 这才有记者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并称他为麻袋人 因为记者的新闻让非常多人不敢去工作 甚至许多家长为了嚇阻小孩出门 会告诉孩子们 如果出去会遇到麻袋人 他专门带走不乖的小孩 这下好了 小孩也不敢上学 这就是麻袋人的故事 第二名瘦长人 这是让国外小孩超怕的一个怪物 瘦长人非常的瘦又高 有一张空白没有表情和特征的脸 有时候他的脸会变化成各种模样 瘦长人经常穿着一套全黑色的西装 打上黑色的领带住在树林深处 瘦长人有一对异常常触手式的手臂 瘦长人以孩童或者是青少年为主要目标 如果你遇到瘦长人大多数是跑不掉的 因为他可以瞬间移动 靠近瘦长人会得到瘦长病 瘦长病会导致你有强烈的恶梦幻觉和流鼻血 而且如果你被攻击后就会成为瘦长人的仆人 又或者你只要攻击别人 瘦长人就会让你变成他的仆人 但是其实瘦长人属于虚构的超自然人物 在2009年刊登在吓人玩意儿这个论坛 当时论坛在举办Potoshop大赛 就是要越吓人越好 就有一位网友上传了两张黑白图片 这两张图片原本只有一群小孩 不过作者批了一个又高又瘦穿着黑西装像幽灵的人 还写了一句话 这是从图书馆大火中救出的两张相片之一 相片拍摄当天有14名孩童被称作瘦长人的家伙抓走 官方称这张相片是底片瑕疵造成的 一周后图书馆发生大火 实体相片就被没收一座证据 这个就激发了所有网友们的互动 他们的情况就类似交导世界一样 但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相信了 2014年有两名14岁的女孩 爱妮莎还有摩根 因为想要成为瘦长人的仆人 于是攻击了自己的同学佩顿 拿锐气戳了十九下 后来他们离开以后 佩顿也爬出树林到马路求救捡回了一条命 最后法院宣判 这两个14岁的女孩要被关到40岁 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说过的鬼有自然鬼 某些怨念会变成人们最害怕的模样 最后还真的不止一个人在树林看到了瘦长人 接着让我们来说 也是我觉得最最最可怕的第一名 Boogeyman Boogeyman可怕程度远超过瘦长人 如果你说瘦长人是虚拟创造的 Boogeyman则是真实有可能存在的 而且他无所不在不曾消失 国外超多人因为Boogeyman而不敢关灯睡觉 Boogeyman通常栖息在黑暗中 例如衣橱或者床底下 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我们曾经说过的全身冒着黑气的恶铃 它会模仿别人的声音 让你误以为是你认识的人 接着出现攻击你 又或者如果你半夜出门听到有人呼喊你的名字 你回头确认的话 他就会躲在你的影子里面偷偷的跟着你回家 并且隐藏在你的衣橱或者是床底下 其实就很像我们常说的 有人叫名字不能回头的情况非常相似 有一个人名字叫乔治 他就在网路上指出他过世的弟弟就曾经遇过Boogeyman 那一天乔治跟弟弟在回家的路上 弟弟听到有人叫他 他以为是自己的朋友 转头看却没有人 乔治还叫他赶快走了 弟弟看到树在摇晃 还走到树那边去确认 但是依然没有人 只是他们就回家了 后来晚上他们各自回房睡觉 这时候乔治听到 这样子的声音 他就爬起来看 他发现这个声音是从他弟弟房间出现的 他就打开门去看 这时候乔治不敢相信他看到的东西 乔治看到一个有尖利的爪子 锋利的牙齿的怪物 乔治吓到心脏一直跳 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怪物竟然越变越大 而且嘴巴似乎在裂嘴的笑 忽然间这个怪物就从窗屋钻了出去 乔治马上看弟弟的情况 弟弟却过世了 死亡原因是心脏麻痹 从此乔治再也不敢关灯睡觉 是不是超可怕的啊 我觉得Bugin Man最让人害怕的原因 不是在于毛骨悚然的长相 而是因为他随时潜伏在阴影之中 在你最害怕的时候出现 他还会以你的恐惧为始 如果你回到家里没开灯的时候 或者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跪着或者是床底发出怪声 在这个时候就表示Bugin Man了 公务大师史蒂芬金 还为时写了一本小说 名字就叫做 The Booking Man 贵魔 然后精彩的来啦 在今年6月2号 这本小说被翻拍成电影要上映了 电影名称叫做鬼出柜 导演是鬼视讯的罗布萨维吉 兼职则怪奇物语的制作人尚恩里维 根本就是外国鬼片梦幻联动 这个故事是讲述一对姐妹面临上母之痛 而他们的父亲是心理治疗师 某天随着一名病患的拜访后 却开始发生一连串不合理的事件 喜欢挑战恐惧极限的观众们 绝对不能抽过 进戏院会面Bugin Man 相信各位观众一定会有兴趣 所以这次我又帮大家争取电影票啦 之前抽奖都没有抽到的 你们又有机会了 这次我们抽15组每组2张 只要留言说 我要抽片尾的电影票 6月2号我要去戏院看鬼出柜 留言完去填写表单 填写完以后追踪我的IG 表单跟IG都在画面上 可以扫码填写 或者是去留言处找表单 我会在IG公布得奖人名单 如果你有得奖会收到简讯 没有得奖就不会收到 报名截止日期在6月2号 当天晚上8点也会同时进行开奖 祝你们能成功抽到 让我们6月2号一起去电影院 用大荧幕体验鬼出柜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